玉里镇公所和玉里镇体育会也举办了元旦全民升旗及千人劍走活动 虽然天气很寒冷,但是抵挡不住民众热情的心 一大早不少人是扶老西幼欢聚在忠诚国小抄场 与热情洋溢的心彼此问候到早安,温暖了整个会场 三五七点半升旗典礼正式开始 由镇长蔡秋龙引领大家来唱国歌,场面庄严而隆重 大家以喜悦祝福之心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年 典礼之后展开千人劍走活动,民众迈步出发 为了庆祝中华民国111年元旦 玉里镇公所与玉里镇体育会共同办理 111年元旦全民升旗即千人劍走活动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扶老西幼欢聚在忠诚国小抄场 与热情洋溢的心彼此问候到早安 温暖了整个会场 你呢? 111年 111哦 2022年西元哦 我们一大早哦 欢迎大家 参加今天一大早我们的第一天云淡的升旗典礼 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相信未来会更好 就把去年的疫情放在脑后 大家好好享受今天 好不好 蔡秋龙说 藉由全民参与升旗 激发正名的认同感 新年第一天就看见民众充满热情跟活力 未来也将跟着大家携手共煮美丽的玉里镇 让玉里更加美好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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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订阅 订阅 我是非常享受的